男人从直升机上一跃而下 在五千米海拔的雪山上纵情畅游 突然男人的衣服开始莫名着火 他的步伐开始失去控制 直接冲出了悬崖 眼看就要坠入地面 男人不停挥舞双臂 竟化身一团火球砸出了一块温泉 与此同时 大厅中的女人正对着前男友发火 随着语言越来越激烈 女人的身体逐渐变得透明 恐慌地打掉了手边的酒瓶 可男人竟能伸长手臂 稳稳地接住了他 前女友的弟弟 也就是开头着火的美队 光着身子冲进来 对他们说出这一惊人的发现 他们此刻都已经获得了超能力 早前在一次外太空探索过程中 偶然遭遇了一场太阳风暴 飞船上的几人无一例外 都暴露在了宇宙射线之下 但却因获得福 不仅毫发无伤 还获得了无与伦比的超能力 男人理查德是橡胶人 身体有着超级的可塑性 基本可以变为各种形状 几乎可以免疫一切物理层面的攻击 包括电机 陆飞表示很赞 前女友苏珊则是可以控制光波 令自己隐形 甚至是操控立场化为能量顿 她的弟弟强尼则是能产生上千度的高温 甚至是超过太阳的表层温度 而她有巨口头禅 但并不是所有成员都是如此幸运 拥有这种几乎没什么代价的超能力 比查德的老友本是遭宇宙射线重击的一个 她此刻正在床上痛苦地挣扎着 心率也直线飙升 门外的几人想要进去 可被反锁在外 于是理查德意识到可以把手从门缝中伸进去 轻而易举地就从里面打开了门锁 但此时本已经变异成了石头人 撞碎墙壁跑了出去 可硕大的手指 本只能在尝试几次后 才勉强拨通了妻子的电话 但现在自己一副怪物的模样 让本难以直面自己的妻子 果不其然 当妻子终于看清楚本畸形的样貌后 即使知道她是自己的丈夫 也无法掩盖内心的恐惧 看着曾经发下誓言的妻子如此表情 本内心也无比沮丧 独自跑到天桥上晒太阳 就这还被鸽子送来了一份见面礼 这时身旁缓缓走来一个职员 看他面如死灰的样子 八成是公司裁员 房贷余期 老婆跑路 活不下去了 本看到这场景 心想你再惨能有我惨 抱着内心的正义感 本还是想劝一劝自杀的男人 但他面对怪物样貌的本 吓得连连后退 一个不小心就掉到了马路中间 眼瞅着远处的大卡车 就要撞了上来 跳下来的本 用身体抵挡住了迎面而来的卡车 保护了男人 但这一下也造成了连锁反应 天桥上发生了连环追尾 看着卡车司机被卡在车座里 本拽下车门 直接连坐待人 一起举起了他 与此同时 理查德和伙伴们一同赶到了现场 但警察封锁了这里 几人无法冲过去 于是苏珊使用能力 在众人眼底下逐渐隐行 可在退去外衣时 能力莫名失效 差点让苏珊当场射死 还好几人有惊无险地赶到了本的身边 也对同伴的样貌变化感到吃惊 此时地上的燃气罐泄漏欲火爆炸 强尼为了保护小女孩 用身体挡住了熊熊大火 苏珊则无意中使用能量罩 防止火势进一步扩大 石头仍拽住了摇摇欲坠的消防车 而理查德也使用橡胶手臂 救起了一名消防队员 这一切英勇无畏的举动 都被在场的纽约市民亲眼目睹 纷纷鼓掌示意 警察们见状也只好放下手枪 本的妻子也碰巧来到了现场 看着曾经的丈夫这般模样 还是无法接受 选择摘下戒指转身离去 本虽然心中充满不舍 但也只能无奈接受这个事实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如此悲伤 理查德向他保证 自己一定想出办法恢复本的原貌 而这一次的意外事件 很快就上了新闻报道 媒体还亲切地称呼众人为神奇四侠 理查德为神奇先生 苏珊为隐形女 墙泥为霹雳火 而本则是石头人 而在城市另一边的维克托 也就是遭遇涉陷的第五个人 也看到了电视中的四人 此刻的他还没有完全显露出自己的能力 可董事会的股东看到自己的资金收不回来 当场就选择从维克托的公司撤资 这下让维克托之前投入的几十亿美金 都打了水漂 神奇四侠在市民的拥护下 返回住处准备实验 我们还能看到亲切的斯坦李老爷子 日常客串了一个邮差 维克托随后也赶到住处 向理查德质问这一切 将责任全部怪到他的事物上 下令让他赶紧想出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在接下来的实验中 墙泥展现出超乎想象的威力 一度将温度升到了四千度 苏珊除了隐形与能量罩之外 还能发射出能量波 超能力有了 几人也换上了同样受辐射感染的制服 以此适应各自的能力 但变成出名并不是一件好事 走在大街上到处都有粉丝要签名 几人只好安心待在实验室 等待理查德研制好转换器 将大家变回原貌 可一向浪荡随性的霹雳火 哪能受得了一直待着无聊的实验室 于是偷偷开上跑车 溜到了飞车杂技的表演现场 作为特邀嘉宾 霹雳火当然不甘于常规的特技表演 一个冲刺月空 化为火团飞了一小段距离 但对于这项能力 强尼还不是很熟 重重地摔在了地面上 不过现场的观众显然很吃这一套 强尼也在聚光灯下享受观众们的欢呼 看到电视里显摆的强尼 几人气不打一处来 感到现场想带他回去 本一向不喜欢这个年轻人 看到他在电视里大放厥词 直接把他的跑车给捏成了丸子 这让暴脾气的强尼哪能忍 随即就与本栋起手来 还当众骂他是面目可憎的怪物 好在同伴将两人制止了下来 但这番话还是伤害了本细腻的内心 独自一人来酒吧买醉 即使周围的顾客对他发出嘲笑的声音 可有位黑人盲女对本十分感兴趣 不仅请他喝酒 还抚摸了他健壮的胸膛 这也安慰了他脆弱的心灵 另一边 感觉到身体正在变为金属的维克托 发现自己竟有控制电流的能力 公司的股价连连下跌 以及投资人的恶语相向 让本就心高气傲的维克托逐渐黑化 在地下停车场杀掉了自己的股东 他想要夺回属于他的一切 前提是得除掉眼前的阻碍 于是他以朋友的身份接近本 开始在本耳边说理查德的坏话 说他根本就不关心恢复好友的样貌 心里只想着与苏珊再续前缘 本来本就十分郁闷 回到实验室后 看到嘻嘻哈哈的两人 更是一肚子的火 维克托的离剑技赫然奏效 本不仅对着好友怒吼 甚至与他大打出手了起来 但就像之前所说 理查德的任性拉满 面对石头人的各种物理攻击 就像锤在棉花糖上一样 瞬间何金莹就锁住了大师兄 这次的争吵彻底分裂了几人 但理查德还是为老友着想 在未做好测试的情况下 就拿自己做实验 毅然地走进了转换器 结果可想而知 电力不足的实验 让他的能力无法自控 身体全面像焦化 而躲在监控后面的维克托 看到了这一幕 表示这正是他所想要的 于是他骗来了本 趁着理查德等人不在时 借口能现在就恢复他的原貌 在维克托的捕获下 本还是踏进了转换器 在一番加大电力的操作下 维克托将手伸进了设备之中 虽然事后本恢复了人类的样貌 但维克托也获得了更多的力量 放倒了失去能力的本 转头又一轮深感来的理查德打了起来 可理查德的身体极其虚弱 没几个回合 就把他打到了楼顶 然后锁在了椅子上 并通过化学物质使他不断降温 只要时机一到就能轻易掰断 维克托也戴上了他的面具 正式化身杜姆博士 为了对付剩下的两名成员 杜姆博士发射出热感应导弹 直逼对面楼顶的霹雳火 察觉到危险的他 选择孤注一掷 跳下高楼躲避导弹 最后时刻潜力爆发 终于能如愿飞了起来 在高楼大厦之间辗转挪移 一直冲到了海面之上 看到远处有一艘垃圾船 就一把火点燃了整艘船 引得导弹转移目标 自己也被余波轰入海中 隐形旅程机过来想解救理查德 可还是被杜姆博士发现 不念往日旧情 将他轰了出去 眼瞅着两人即将双双隐秘 重新变回石头人的本冲到了现场 将他打飞了出去 随即两人将战场转移到了马路上 路人也挨个遭殃 但杜姆博士的能力过于强大 身体又是比钻石还要坚硬的金属 没过几招 就将石头人击倒在地 在最后一分钟营救中 神奇四侠其余三人全员到齐 前来阻止反派 神奇先生将自己的身体发挥到极致 铺开一张橡胶大网 完全罩住杜姆博士 等自己离开之际 霹雳火乘机在他周围形成巨大的火柱 隐形女则用能量场罩住火焰 防止扩散到无辜的路人身上 能力耗尽后 烧得炙热的杜姆依然不忘嘴炮众人 而石头人拧开路边的消防栓 将喷涌而出的水柱 全部射到杜姆身上 让他快速冷却变为雕像 几人终于也在最终大战中迎来和解 石头人也抱得美人归 接受了自己的身份 理查德正式向苏珊求婚 电影也迎来了大团圆结局 但结尾在押送杜姆博士的货船上 仪器的设备意外出现故障 这也将预示着杜姆博士必将卷土重来 也势必会变得更加强大与邪恶